大庭全能歌手的称号 王力宏便足以成为话语娱乐圈的 有志偶像 而他对此并不满足 在拍摄了李安导演的色 戒之后 王力宏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爱情喜剧恋爱通告 2010年恋爱通告上映 据说 刘亦菲在恋爱通告中 显出了自己的荧幕出吻 记者问王力宏在拍摄接吻戏时 是否有触电的感觉 王力宏坦言 我们都很投入 很入戏 王力宏还自爆 剧本中原来没有吻戏 但一两人拍戏逐点产生默契 均认为有必要增加一场吻戏 2011年王力宏自己作词的歌 亦然爱你 发行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呢 好了 重点来了 亦然爱你的爱数据首次连起来 刘亦菲是你 要知道王力宏向来喜欢玩文字游戏 最典型的就是盖世英雄这首歌里面的几句 大气傲中原 王者阳风烟 立法山和天 红威甄凯旋 美剧的第一个年起来就是 霸王力宏 而在这个发布前的一个月 王发微博感叹恋爱通告一年了 这个回复的人是被王力宏粉丝成为杨部长的人 应该跟王力宏认识 看样子包那时候应该没出手 哈哈哈哈 这个人还说自己是亲友团 还有 黑云陈建州 2011年11月的采访 也就是这首依然爱你所在的专辑 火力全开上线后不久 黑人与立红感情轻如兄弟 被问到立红感情方面的绯闻时 黑人只傻笑待过 这个你问他本人可能比较快 或是听他新专辑 搞不好就有密码在他的情歌里 还有 依然爱你的创作背景 感觉很明显了 还有很久之前看过一个王力宏的采访 大意识之前在创作剧本中 和成龙合作大兵小将 就和成龙聊了自己的idea 成龙就给他推荐了刘一飞 后来他就用刘一飞的名字继续写剧本 后面才改成宋小青 还为此看了很多刘一飞的视频 那个吃汉呀 您写就是喜欢了 网友评论 天仙这辈子拍双人写真为二有CP感的 一个是宋承线 一个就是王力宏了 他俩在一起画面太赏心悦目了 美如画的一对 感觉天仙这辈子的CP感 都用在这组图里了 帅的帅 美定美 如果这两人当时凑一对 不知道会拉多少好感 现在王力宏都已经结婚三年了 哇都生了两个了 刘一飞也有了宋承线 都找到了各自的幸福 也挺好的啦 好